特别是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得维护我的尊严 明白 小龙 好吧 我接受你的挑战 请告诉我 时间还有地点 你听着 三天以后 也将是七月十五号 这对你我 都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我相信 你也一定记得 到时候 我会把香港所有的武林高手 都将来观战 你记住 李小龙 我会把你的师兄师弟们都将来看看 你这个背叛师们大逆不道的李小龙 是怎么败在我的全下 好吧 黄屁小子 你可别后悔 我告诉你 你根本不了解我 也不会理解我 我会让你三个月起不来的 好好想想 你这样做付出的代价 李小龙 既然你接受了我的挑战 就别说没用的了 你的话 听起来有点男子汉那个样 你没有让我失望 告诉你 我从来就没有败在任何人的权下 我也不会输给任何人 好好好 李小龙 你的话 听起来挺像个男人的 好吧 你把我擅长的权台上见 到时候 你最好准备一副担架 为你自己 李小龙 你放心 我会准备一副担架的 但不一定是我 到时候 你躺在担架上 我会去医院看你 说不定 我还能教你这个生死朋友 你真是个疯子 你真是个疯子